黑白金区这部讲述缉毒警察的电视剧看得是很刺激,但是头都要大了,剧中人物的关系真的是错综复杂不说,很多时候你以为的朋友实际是敌人,你以为的敌人实际是朋友,那种要是少看的内容,估计就要搞不清楚谁是谁的人,尤其是凯撒和谭家的争斗,让警察们都是忙得不可开交。 还有内部的争斗,发现原来贩毒的很多都是高智商的人,并且还是代代相传的手艺,能流传好几倍的人,真的是庞大的树根根基,移动就是牵连很多。 甘铁雷是这部剧的主人公,是凯撒集团内店的继承人,也是基督警察的卧底,看看人家这个手段,当卧底都要掌管贩毒集团了。 但是甘铁雷一开始并不是卧底,是被人引导着才走上这条艰辛痛苦的道路,最终却是没有完美的收网,尽管凯撒是被警方扫荡了,但是凯撒爆炸却成为悬案,即使为此,甘铁雷浑水八年,都没有逃脱这个性质。 醒来之后失去记忆,更是雪上加霜,同时沉默已久的凯撒重新回归,开始准备重划重振凯撒的威风,而关键的引导人就是爆炸之后,同样没死的车离子。 车离子是凯撒首脑溜输的养子,是心腹中的心腹,并且和甘铁雷交情很深,可是车离子却是意外的布局,让甘铁雷回到自己身边,不仅警方不知道,连车离子的手下也不知道。 要是说是因为兄弟情,那肯定是不可能的,并然有上帝视角的观众就是好,知道车离子是为遗留下来的四十亿美金,而最后一串密码只有甘铁雷知道,可是甘铁雷不记得了,所以尽管是知道甘铁雷依旧是卧底,却还是将甘铁雷带走了。 就是刺激甘铁雷恢复记忆,想起那串密码,同时还要报复谭家。 谭家在凯撒消失之后,迅速吞噬凯撒的地盘,其次回声不说成为缅串的头痛,但是车离子不是憨憨,仗急凯撒的救部就是开始定制副仇计划。 不过谭家也不是好惹的,都是很决僧,但是在预告中却能看出来,最恨谭家的不是凯撒,而是谭家自己人,也是谭家最有出息的一个人,就是谭婆的大孙子谭老三的大儿子。 这个人活在谭老三的话里,符合的只有一个人,就是陆明松,并且在预告中,陆明松这个大博士身份曝光之后,都敢不怕死威胁谭老三,连陈思栋这个老舅都瑟瑟巴豆, 这个人更是很决算,并且和干铁雷也是有直接联系的,确实不知道到底是有怎样的关系。 好了,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点赞关注一条咯,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